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9月22日,狐妖小红娘正式官宣全部阵容 其中女儿涂山雅雅的扮演者正是之前盛传的郭小婷 不过众所周知,此前涂山雅雅的扮演者本是袁冰岩 袁冰岩因琉璃走红后,出演了不少中小型成本的古偶剧 但始终缺乏一部S家的大制作 当初她接到了狐妖小红娘的女儿 粉丝都挺为她开心,觉得她终于融入了S家的圈子 虽然这次是女儿,没准下回就是女一了呢 没想到粉丝的袭冰岩陷入违法风波之后 便退出了狐妖小红娘剧组 当时外界一直在传替代她的是郭小婷或朱旭丹 纷纷扰扰许久,总算有了答案 这次狐妖小红娘正式官宣阵容 也让网友感慨,袁冰岩是彻底出局了 不过事情却并非如此 有知情人士爆料袁冰岩付出有望 从很多点都有迹可循 首先袁冰岩本人的账号并未封禁 9月18日她发了一条动态 点赞评超数十万 人气和当初不相上下 可见粉丝的忠诚度十分高 此外,袁冰岩的公司也没有放弃她 袁冰岩挂名在两家公司 一家是欢瑞世纪 一家是从欢瑞世纪分家的诺心传媒 但目前两家公司都没有将她除名 欢瑞世纪官网的艺人一栏里 袁冰岩依然排在原来的老位置上没变动 而欢瑞这个官网是有专人维护 时常更新新动态的 此前离开欢瑞的艺人都被及时除名 可见欢瑞世纪是故意留住袁冰岩的信息 诺心传媒就更不用说了 直接将袁冰岩排在了海报的C位 众所周知 在周玉彤走后 袁冰岩便是名副其实的诺心一姐 每次贺年海报都是妥妥的C位 在袁冰岩风波之后 诺心曾在今年中秋节晒出众星庆贺的海报 袁冰岩依然是C位 也无异于昭示她在公司的地位 一如当初 此外 粉丝最关心的袁冰岩作品也有了眉目 袁冰岩手握落花时节又冯军 《倾城亦清欢》 雷霆另几部带播剧也有了消息 有多位娱乐博主爆料 袁冰岩 刘雪义主演的落花时节又冯军已过审 即将9月下旬播出 此外 周翰良和袁冰岩的主演的《倾城亦清欢》不久前也发了杀青特辑 中秋节的时候官微发布的《祝福海报》里也有她 还有知情人士也透露了袁冰岩的真实情况 知情人士称 那条处罚条文写的是带扣带脚不及时应用的也不是偷税漏税这一条条文 但消息一出来全都说她偷税漏税节奏就被带起来了 该网友还称 其实袁冰岩犯的过错真不至于上升到封杀的高度 其他网友也纷纷附和表示能播就没问题 正是因为这种种迹象不少人都觉得袁冰岩付出有望 当即便她付出了狐妖小红娘她是赶不上了 不少剧组为了规避风险应该也会尽量避免和她合作 所以这次风波对她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作为普通网友 很多事情都知之甚少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艺人一定要遵纪手法 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